韩芸汐一觉睡到了天黑,直到意识深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 没想到我灵魂穿越过来,居然把这个宝贝也给带过来了。 这套系统就植入在她大脑神经中,完全由她的意识操控。 她闭眼尝试用意识打开了解读系统,建里面金针药材都很充分,于是就取了几枚金针和医用纱布出来。 开始处理自己脸上的毒瘤。 王爷,调查清楚了,轿子里的女人确实是韩芸汐,王喜婆是太妃的人。 宫里什么情况? 传变了,不少人私下还打赌,赌她明天能不能进门? 本王爷好奇,她进不进得去。 终于,及时到了,秦王府并没有耍赖, 大大方方把正门打开了,可是,却不见新郎官出来。 及时到了,喜悦呢? 天啊,新娘子居然自己踹门下轿了,怎么能这样啊? 这本该是秦王做的,可秦王太忙来不了,我只能代劳。 喜悦,想起来! 韩芸汐抬起手,王喜婆连忙就上前扶。 韩芸汐挺直了腰杆,一步一步登上秦王府门口高高的台阶。